说话嘛 回到案发现场 是在新北市新庄老街附近 晚上这里是夜市 附近租客不少 有人说这附近近处复杂 里面真的讲复杂是很复杂 都是外地人来的 进出的人是没看过 警方调查受害的29岁灵性男子 这一年多来 陆续跟18岁秋信友人 借了超过10万元 多次表示要还钱 却又借故拖延 债主人无可认 老人到被害人住家讨论 要怎么还 结果一言不合 爆发口角 演变成暴力讨债 三名嫌犯前脚刚走就被抓 好友之间为了钱撕破脸 还用这种方式暴力对待 甚至全程拿手机录影 在网路上疯传 对于犯罪细节 双方互有保留 但这讨债手段 犹如黑帮寻仇 背后势力恐怕不是这么单纯 TVBS新闻 欢迎接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